荷兰博德赫拉芬在三个学校附近的人行道两边 或十字路口地上的等待线 导入一排与传统红绿灯同步的LED灯 好让重度使用手机的低头足 不用抬头就可以清楚看到地上一排灯光所显示的红灯 绿灯或变换灯号前的闪光状况 这么做是为了降低行人或青少年在十字路口或过马路时 因低头使用手机而容易造成意外的危险 以便更安全地通过马路 不过也有当地市民不赞同这种做法 认为是鼓励民众在过马路或行车时使用手机 当地市政府则认为 要全面禁止过马路或行车时使用手机 并不太合乎实际状况 而且边走边使用手机 才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 不过这样的LED红绿灯辅助系统还在实验阶段 成效如何还有待后续观察